大妈去银行取款 却被告知存单里的钱已被取走 取款人跟赵大妈的儿子同名 另一个案例中 丈夫为还清独债 也伪造了家里的存单 还上了三万元信用卡 就将七万元输得一分不少 两个案件都因伪造家里的存单而被抓 可他们偷取的都是自己家的钱 也会被判刑吗 伪造的存单 伪造的存单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7月的一天 赵大妈拿着一张到期的存单 去银行取钱 可到银行后 工作人员却说存单是假的 赵大妈认为一定是银行弄错了 可银行却坚持说存单确实是假的 不能给赵大妈取钱 赵大妈急了 骂银行是黑心银行 还喊着要报警 可还没等赵大妈报警 银行早就报了警 因为银行认为赵大妈使用假的存单 触犯了法律 民警很快感到 经过查识 赵大妈手上的存单 的确是假的 纸张颜色和手感 都跟真存单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存单虽然是假的 存单上的三十万元存款 却真实的存在款 只不过这笔存款 在一个月前就被人取走了 而取款人签的名字叫李超 跟赵大妈的儿子同名 赵大妈觉得不可思议 连连摇头说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不可能是我儿子 还说要是以前 儿子李超或许会干出这种事 现如今绝对不会 这赵大妈为什么十分笃定地说 儿子现在不会做偷偷取钱的事 那他儿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得从赵大妈儿子李超 小时候说起 李超是赵大妈的独生子 从小就过着 一来伸手犯来张可的生活 早年间呢 赵大妈为专心照顾儿子上学 辞掉工作 她总对儿子说 你是学生 任务是学习 别的事不用你管 也不用你问 赵大妈一直以为啊 这样说这样做没错 可是她慢慢地就发现了问题 儿子除了会学习外 其他呀一概不会 连正常的人际交往都不会 大学毕业后 儿子找工作非常的不顺利 工资高的 儿子嫌累 工作轻松的 儿子又嫌工资低 好不容易找了几个合适的工作 也都没干多长时间呢 就被辞退了 原因呢 无非是儿子太懒 或跟同事关系太差 儿子备受打击 索性直接回了家 过起了宅男的生活 此后任凭赵大妈夫妻怎么劝说 儿子都拒绝出去找工作 就这样李超成了肯老一族 平时他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看视频打游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年 赵大妈发起仇来 他们夫妻俩的月收入加起来 只勉强够日常开销 存不下多少钱 如今夫妻俩活着 还能照顾儿子吃喝 可等两人都老了 儿子该靠什么生活 为了让儿子走出家门去找工作 赵大妈和丈夫 没少苦口婆心地跟儿子谈话 可是呢 根本不管用 儿子对自己的啃老行为 一点也不觉得丢人 还振振有词地说 父母的钱早晚都是自己的 他现在花父母的钱 就是在花自己的钱 后来老两口见儿子年龄大了 就到处托人给儿子李超提亲 可很多次 人家一听说李超在家啃老 就直接拒绝了 看来呀没工作 找个媳妇 赵大妈觉得 儿子这样下去呀 非打光棍不可 他决定改造儿子 怎么改造呢 当然是给儿子李超断粮 也就是啊 不再给儿子零花钱 逼着他出去找工作 可刚拒绝了儿子两次要钱 儿子就跟父母集养了 在家里是一通摔打 后来还想把电视机给摔了 赵大妈赶紧阻拦 竟然被儿子使劲推了一个跟头 头撞到了插起脚上 顿时鲜血滞流 随后赵大妈被丈夫紧急送往医院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躺在病床上 赵大妈的心都凉透了 没想到自己竟养了个狼心狗肺的儿子 他生气地说要跟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就在赵大妈对儿子李超大失所望的时候 李超却一反常态 说自己呀找了份网络营销的工作 不用出家门就能挣大钱 在母亲眼里 李超成了会赚钱的成功人士 其实背后另有原因 他想到了网贷 李超的网贷越贷越多 可他并没有工作 根本无力偿还 他会想什么办法来还贷款呢 伪造的存单 法律讲塔公寓正在播出 一连几天 赵大妈都对儿子不理不睬 而儿子却一反常态 还破天荒的第一次给母亲买了件外套 说自己呀找了份网络营销的工作 不用出家门就能挣大钱 每个月呀保守收入五六万元 外套就是他用自己挣的钱买的 有了工作后 儿子再没跟赵大妈夫妻要过一分钱 而赵大妈也发现儿子有了可喜的变化 先是儿子开始注意起形象来了 买了不少好看又上档次衣服 把自己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又帅气 接着呢 儿子爱上了交集 经常跟一些朋友外出吃饭 消费动辄数百上千元 还大多呀是儿子买的 再后来儿子找了位年轻又漂亮的女朋友 赵大妈回想起 此前儿子整日赖在家里啃老 让自己丢尽了脸 可再看如今儿子不但能挣大钱了 还交了女朋友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赵大妈眼里 儿子如今呢是位能挣钱的成功人士 所以他怎么也不相信 儿子会偷拿自己的存单 赵大妈有一张三十万元的存单 存款呢本是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 他把钱存了起来 将来给儿子结婚用 眼看存单到期了 赵大妈便想将钱取出来 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一幕 民警随后调取了监控录像 看到取款人的身形 赵大妈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李超 赵大妈努力回想 儿子大手大脚花钱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可取钱只是最近一个月的事 那他之前花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赵大妈百思不得起警 便带着民警回家问儿子 回到家时 儿子李超正在玩游戏 赵大妈见状 气得从背后猛地给了儿子两巴掌 儿子李超被打懵了 回过身来刚想发怒 忽然看见民警 顿时他愣住了 得知民警是来调查存单造假一事 李超惭愧地低下了头 在母亲的一再逼问下 李超承认伪造存单 偷偷取了母亲的钱 据李超讲 他将母亲推到住院后 他就意识到 今后再想跟母亲要钱花实在是太难了 可是他已经习惯花别人的钱了 根本不想自己出去打工挣钱 于是他想到了网贷 有的网贷手续很简单 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 李超试着申请了一份两万元的网贷 钱很快就到账了 忽然有了两万元 李超顿时很兴奋 除了买件外套孝顺母亲外 还花了很多钱升级游戏装备 因为长期啃老 周围很多同龄人都看不起李超 李超现在手里有点钱 就想显摆一番 经常三天两头请人吃饭 没多久就结识了一帮蹭饭的胡捧狗友 后来吃饭的小票被母亲发现了 李超就谎称是工作需要 请客户吃饭 李超虚忠心逐渐膨胀 又开始大方的给一位喜欢的女主播打赏 两万元网贷很快花光了 他随即又申请了两万元 大部分还是打赏给了女主播 李超的豪爽赢得了女主播的好感 两人相约见了面 卫博美女一笑 李超第一次见面 就送上了一条价值上万元的项链 女主播以为李超是土豪 李超没有反驳 还谎称自己是个投资人 当地有不少的项目都有自己的股份 女主播心以为真 对李超表达了好感 临分手时还拥抱了李超 李超有了想要跟女主播谈恋爱的想法 可还没等李超开口 女主播就主动投怀送抱了 说自己喜欢李超 想做李超的女朋友 李超自然求之不得 于是两人就成了恋人关系 此后李超为讨好女友 简直成了女友的提款机 女友想买什么 李超从不拒绝 钱花完了就继续网贷 两个月以后他再也找不到 愿意带给他钱的网贷公司了 还不断收到催债电话 那么李超会想出什么办法来还贷呢 这下李超慌了 一算账才发现 两个多月的时间 连本贷力他竟要还款25万多元 网贷的路断了 还要尽快还款 李超着急上呼 就在这时 他想到了家里那张30万元的存单 当初赵大妈存钱时 李超也跟着去了 密码还是他帮母亲设置的 用的是自己的生日 赵大妈曾对李超说 这钱呢是留给他结婚用的 李超想 既然钱早晚是给自己用的 自己现在正在谈恋爱 就算被母亲知道自己偷偷把钱花了 母亲看在女友面上也会原谅自己的 于是 李超趁母亲不在家时 将存单找了出来 接着就想往银行跑 可转念一想 存单不见了 很快会被母亲发现的 他想到用假存单糊弄母亲 于是呢 李超通过网络花400元做了张假存单 紧接着 李超就拿着真存单和户口本 以及母亲的身份证 到银行将30万元存款取了出来 他随即还清了网贷 还剩下了4万多元 李超渐渐把伪造假存单的事给忘了 就在这时母亲赵大妈将民警带回了家 面对母亲的责骂 李超不以为然 认为存单上的30万元 本来就是母亲给他将来娶媳妇准备的 他将钱提前取出来花在谈恋爱上 也算花得正大 可民警认为 李超花自己家的钱没事 伪造存单就是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了 赵大妈一听慌了 赶忙求情说自己不追究儿子责任 可民警却说伪造票据不是家事 随即拘留了李超 很快检察院以李超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 将其起诉到了法院 在法庭上赵大妈一再替儿子求情 说儿子偷拿的存单是自己的 这是家事不应该吃官司 那么李超的行为到底犯法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伪造金融票证罪 伪造金融票证罪是指 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 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 信用证或者付随的单据文件 以及伪造信用卡等金融票证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故意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原则上 都构成犯罪 如果行为人是由于过失而误写 错天票证的有关内容的 当然不能以犯罪论处 另外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自我欣赏 收藏等目的 有意伪造变造金融票证 而在客观上并没有使票证流通 也可以视为刑法第13条规定的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 而不认为构成犯罪 本案中赵大妈所称 偷拿家庭成员的财物 获得谅解的可以不认定为犯罪 是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情节严重的 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只是在量刑上会从宽处理 而本案李超通过他人伪造银行定期存担 其行为是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 并不是盗窃罪 法院经审理认定 李超犯伪造金融票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事后女主播得知李超是假土豪 直接就跟他分了手 李超的父母恨铁不成钢 在家里连话都不愿意跟他说一句 李超是追悔默契 为了得到父母的原谅 他发誓一定会尽快找份工作 彻底告别啃老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 也是伪造家里存单偷偷取钱 与上个案例不同的是 案件的主人公取的是自己辛苦挣的钱 自己挣的钱还要偷着去 而且还受到了法律制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妻子去银行取钱 却被告知存单是假的 顿时蒙了 丈夫马辉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道 那张存单确实是假的 原来是丈夫想靠赌博发家 结果输光了所有现金 还刷爆了信用卡 于是打起家里那张存单的主意 可自己的钱都被妻子存到了银行 密码也是自己设置的 可存单却在妻子那保存着 趁妻子不在家 丈夫用假存单替换了真存单 把钱都取出来 可他取的是自己的钱 这也犯法吗 伪造的存单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刘娇一家在某县城租房居住 刘娇专职照顾两个孩子 丈夫在某积业厂工作 月收入四千多元 一年下来除去一家人日常开销 也就能剩下两万多元 就这样四年多的时间 才攒了十万元 刘娇将强存了两年的定期 想等着过两年买房子 可计划没有变化快 2018年5月 刘娇接到婆婆的电话 说公公中风住院了 急需几万元的手术费 刘娇手里没有钱 给丈夫打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向亲朋好友借钱 又都说没钱 无奈之下 刘娇决定把十万元存款 提前取出来应急 刘娇拿着存单到了银行 不想银行工作人员 却说存单是假的 还叫来民警要拘留刘娇 刘娇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一直好生保管着存单 没人动过 怎么会变成假的了呢 就在这时 刘娇的丈夫马辉 看到妻子的未接来电 就回拨了过来 刘娇呢 赶忙将存单的事 告诉了丈夫 丈夫马辉沉默了一会儿 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张存单 确实 确实是假的 刘娇听了丈夫的话 倒吸了一口凉气 满脑子全是疑问 这张假存单是哪儿来的 真存单去哪儿了 存单里的钱还有吗 随后 马辉跟妻子解释了事情的 百度去买 去年春节期间 马辉跟几个朋友外出吃饭 饭后一行人 去附近的一家店玩城 他们迷上一款电子赌博机 玩法很简单 就是猜扑克牌花色 见朋友们 纷纷充值了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马辉也手痒了 也充值了三百元 结果呢 第一轮就猜中了 钱翻了两位多 马辉来了精神 一再投注 当天晚上竟赢了八千多元 第二天一大早 马辉就又跑到电玩城 守在电子赌博机前 一动不动 本以为今天运气也不会差 没想到才半天功夫 昨晚赢的钱全输光了 马辉不甘心 赢的钱又输了回去 竟又不断的充值继续玩 现金没了刷信用卡 不知不觉 竟把三万元额度的信用卡给刷爆了 而这些钱也全都输光了 马辉垂头丧气地走出了电玩城 他是后悔不已 要知道他一年也散不下三万元了 这该怎么办呢 信用卡上透支的钱需要还 可自己的钱都被妻子存到了银行 虽然户头是自己的 密码也是自己设置的 可存单却在妻子那保存着 妻子向来是省吃俭用 将钱看得比命都重要 自己要是偷偷地 将存单里的钱取出来 如果被妻子发现了 妻子非要跟自己离婚不可 马辉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 他看到路边办假政的小广告 马辉试着打电话过去 对方却说可以制作假存单 几天后 马辉收到做好的假存单 确实跟真存单很像 就是纸张薄了些 于是马辉就开始偷粮换猪 随后 马辉又趁妻子不在家 将假存单替换成了真存单 然后拿着存单到银行 将十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 他先是还上了三万元信用卡 剩下的七万元本想再存进银行卡 可忽然他又不甘心起来 马辉不想平白损失三万元 便想用七万元做本钱 再将钱赢回来 为了让自己的运气好一点 马辉去垫完城前 还专门烧了一炷香 败了三败 可是没想到一点作用也没起 大半天功夫 就将七万元输得一分不少 马辉身上直冒冷汗 两腿发软 连路都走不了 几年才攒下十万元 几天就被自己输光了 马辉恨不得把自己的双手给剁了 可后悔有什么用呢 钱已经输了 想办法将钱挣回来 才是现在最要紧的事 不然等存单到期了 被妻子发现存单是假的 他没法向妻子交代 此后 马辉满脑子都是想挣大钱 却一直没有实现 而几个月后 妻子却通过银行得知了 存单是假的 马辉不得已才道出了实情 挂断电话后 马辉就到派出所自首 没多久 被检察机关以涉嫌 伪造金融票证罪提起公诉 在法刑上 马辉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是供认不讳 但其提出啊 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其构成自首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那么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 从轻处罚的呢 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点 自首从轻规定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结的 法院要酌情减轻 从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所以是属于法定减轻处罚的情结 关于自首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 第67条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本案中 马辉在妻子知道存在是假的后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 马辉伪造金融票证罪成立 事后能够主动投案自首可以减轻处罚 最终马辉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观众朋友 两个案例都是涉嫌伪造存单 第一个案例中 赵大妈夫妇对儿子李超的溺爱 使李超责任感缺失 未还网贷 伪造存单 取走父母的毕生积蓄 结果坑惨了父母 自己也被判了刑 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不是爱 而是害 第二个案例 马辉明知挣钱不易 却想靠赌博挣快钱 结果刷爆了信用卡 只好伪造存单 将家里多年的积蓄取出来还债 此后还不知悔改 竟把剩下的钱也输光了 把自己和家人都坑藏了 网贷不是天上掉馅饼 更多的时候是陷阱 一旦上映就难以抽身 不但自身会陷入财务危机 还会连累家人 另外没有轻松容易就挣到的钱 想靠赌博发家 最后难免血本无归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未买房男子找本地女孩假结婚 买房后女孩却提出一个离婚条件 另一起案件中 未给孩子上户口 女子和姐夫假结婚 不料婚后姐夫翻脸 两起案件均为假结婚 却都难离婚 这背后究竟是假戏真作 还是另有隐情 无情的合法夫妻下集